表面上看似不齐而愈,实际上却是有备而,重寻他千百,默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栏,删处。 结局呈现未偶然,却是苦苦寻找的必然结果。 当然,我们从不去分析偶然和必然的关系,那是哲学家们的事。 在深活之中,我们只是凭着只敢去生活,去体验苦苦寻求的艰辛,幻想中的满足,以及偶然得到的惊喜。 我们经常无法解释偶然得的惊喜,也无法解。 是追寻不到的师,而把他们归之于命运。 成为命运宠儿的毕竟是少。 而多人则成为命运的弃儿。 如果真有命运存在,相信它会是公平的。 付出和收获应当成正比。 这当中,重要的恐怕是自己的态,得到又怎。 样,没有得到又怎样,看重过程,还是不是看重结局。 如果真的相信命运存在,就应当坦然面对现实。 得到不狂喜,得不。 到不哀伤。 只要付出,耕耘,追求,就是最大的收获,就不释手。 空空。 不其而欲固然可喜,下文如何,也很重要。 还。 赞美男子汉。 得到得的保持。 并非得到不得了,結果是。 优能价,馨。 全世界,连事用侧人。 不仅价格 叙准天。 如果您的意识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